哈婆婆故事屋 当当当场 当当当场 大家好 我是阿哈 阿哈 你怎么了 我好想快点过年了 为什么你想要赶快过年呢 因为过年很好啊 因为过年有放假 可以一直睡 一直睡 对不对啊 对 不是 不是 不是啦 因为过年可以一直吃一直吃 是不是啊 不是不是不是啦 好那你赶快跟哈婆婆说 为什么你喜欢过年呢 哈婆婆你先说 你为什么喜欢过年呢 我先说啊 好没问题 很多人喜欢过年啊 是因为可以一家人团圆在一起 围炉吃年夜饭 而且很多人聚在一起很热闹哦 年夜饭 没错 过年的时候还有很多习俗哦 比如说贴春联 拜年讲吉祥话 长辈还会发红包呢 红包 对哦 而且这个时候还可以放鞭炮呢 放鞭炮 我也好想赶快过年了 过年 为什么有这么多好玩的事呢 为什么啊 啊 这个啊 都跟一只怪兽有关系 什么 怪兽 嗯 那这样子好了 哈婆婆今天就来讲一个 跟过年有关系的故事好了 好啊 好啊 听故事咯 一起讲故事咒语咯 哈哈 咕咕 呱呱 哇 年兽的故事 在很久很久以前 深山里面住着一只怪兽 这只怪兽 平常都躲在山洞里面睡觉 只有在除夕夜的时候 最后才会出现找东西吃 肚子好饿 来去找东西吃 鸡鸡鸡鸡鸡 好吃的鸡 鸭鸭鸭鸭鸭 好吃的鸭 按 嘿嘿嘿嘿嘿 鸡鸭鸭鸭我不放过 山针海味都入我手 大口大口 吃下肚 大人小孩都怕我 嘿嘿嘿嘿 这只怪兽啊 还会把所有村民的房子 弄得乱七八糟的 因为它一年只出现一次 所以大家都叫它年寿 每年的这一天啊 又到咯 所有的村民们又开始 大包小包的准备逃命 哎呀 除夕又要到了 大家快逃啊 赶快逃命啊 等年寿离开再回来吧 这个时候村子里来了个老乞丐 你正是来的不是时候啊 来来来 这个馒头给你啊 今天晚上年寿就要出现了 赶快跟我们去躲起来吧 我不怕 你不怕 你别开玩笑啦 如果 如果你愿意把你家 借我住一晚的话 我一定可以帮大家把年寿给赶跑的 我看啊 你就不要冒险啦 年寿很可怕的 我自由办法呀 好了好了好了 既然你那么坚持的话 那我家就借给你住 我要赶快去躲年寿啦 你自己小心一点啊 再见再见 再见再见 再见啦 哎呀 时间也差不多啦 年寿应该快来了 我得赶紧准备准备啊 啦啦啦啦 贴红纸 啦啦啦啦 贴红纸 这边贴一张 那边贴一张 拿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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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放一堆 那边放一堆呀 人间也差不多啦 我该进屋里去咯 好红 老乞丐已经要把赶走年寿的东西 准备好了 那年寿呢 肚子又饿了 再去大闹一场 那户人家的灯火居然还亮着 真是大胆 就从那一家开始闹吧 鸡丫牛羊我不放过 当真还为的入我手 大口大口吃下肚 大人小孩都怕我 年寿走到了老婆婆家外 看到了门上的红纸 发出了强烈的光芒 我的眼睛好痛啊 好痛啊 你终于来了 我等你很久咯 熬起盖 穿着红衣 拿着火把 点燃竹子 竹子发出噼噼啪啪啪的声响 这奇怪的声音是什么啊 我在一点 太可怕了 救命啊 你别走啊 我们还有很多竹子呢 隔天啊 所有的村民都回来了 他们发现村子 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呢 奇怪 年寿是不是没来啊 对啊 所有的东西都好好的耶 我来去看看老乞丐有没有事 老乞丐 老乞丐 奇怪了 老乞丐怎么会不见了呢 原来年寿怕红色 也害怕竹子燃烧的声音 从此 每到过年 大家就会在门上贴上红色的春帘 穿着新衣 点燃爆竹 来赶跑年寿 也会互助大一声恭喜 祝福平安 慢慢的 这就成为了过年的习俗了 原来 过年是这样来的呀 是啊 年寿怕红色 所以演变到现在就是贴春帘 年寿怕吵 所以点燃竹子 演变到现在 就是放鞭炮 老乞丐披着红布啊 红色代表吉祥 也就是现在的穿新衣戴新帽 除夕的时候啊 大家也都会手碎哦 怕年寿来打扰 大年初一 互道恭喜 恭喜对方没有被年抓走 平安的度过这一个年 这也就是现在的拜年由来哦 哦 过年恭喜恭喜 原来就是这样啊 啊哈 你还没有告诉阿婆婆 你为什么喜欢过年呢 因为 有人说我长得很像武狼武师 来来来来我看看哦 真的有点像耶 我希望赶快过年 这样我就可以登台表演 我们要先跟大家说声再见咯 哈婆婆故事屋 我们下次见拜拜 哈哈咕咕呱呱呱画 我们掌声欢迎我们 阿哈带来的武师表演 叨叨叨场